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做法是非常特别的 我说特别的意思正像我前期节目当中说 是不是温家宝复仇啊 那个美国人写的 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温家宝复仇 那薄熙来被这样的处理 直接跟的就是要负责法律上的说法 如果负责法律上的说法 那应该说目前看到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法 薄熙来所得到的是最坏的一个结果 这个最坏的结果你就可以往下想了 在中共路线斗争的过程当中 往往出现这种结果的时候 永远是不得翻身的 是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就看看 作为海外媒体第一时间 BBC先披露出来消息 我们看看BBC当时怎么报的 BBC是引述了路透社的消息 文章题目说 薄熙来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那当时是这么讲的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已经被开除出中共中央委员会 并且被立案调查 这里呢 没说他被开除出党 首先被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会 那也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话 他不是高干了 跟普通的党员是一样 那被立案调查 这里头呢 我们按照一般的能够知道的呢 前一段的那个沉默 从他3月15号下来到今天 这20来天 这20来天做什么工作呢 做的是整个对他调查的工作 和清洗的工作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想 重庆市的相关人员被清洗掉 被换掉 而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38军长被换掉 另外各大军头在向中共中央表示效忠 但是呢 我看到网上有个题目 在过去的时间里 武警一直没说话 我们没有见到武警总队的司令员 武警总队的政委 向胡锦涛表率 但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也看到温家宝的贴身的保镖 被换掉 在3月大概15号 16号 应该是3月16号 薄熙来下台的3月15号的第二天 温家宝的贴身卫士 原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被换掉 那我看到一个规矩 说在政治局常委当中 排名前五位的贴身保镖 都是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 都是8341部队的一个领导层面的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对等的说法 也就确认了 当时向薄熙来卖消息 出卖消息的所谓中央警卫局的官员 就是温家宝身边的人 大家可想而知 温家宝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 有多狠 有多恨 有多狠 那如果胡锦涛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 大家心里想一想 对薄熙来又有多狠 而再加上被美国人披露出来的消息 薄熙来周永康联手要做掉习近平 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 作为薄熙来来讲 得到这种结果 是在情理当中 从任何事情的一个角度上说 大家都能理解 公平不公平我们放一边 很多朋友说 今天在处理薄熙来的做法上 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 在法律上是不能够 是靠不住的 我还是说这句话 在今天现今的一党统治的 这种独裁统治之下 你不要再提法律 法律是笼子的耳头 摆设 对吧 因为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去提法律 说法律想怎么样独立 法律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 它不是这么的事 您说的道理是对 但是在中国社会当中 我们就不能这么看问题 我们这么看问题是没有用的 是个学究的做法 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的 或者说大家所希望的 是希望今天我有权力的人 今天无论胡锦涛 温家宝和习近平希望他们人性的一面 不要被邪恶的独裁统治的党性的一面 给扼杀掉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具体的行动和作为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起码温家宝的人性的一面 我们能够感受到 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了 这是在现今的这种大的体制之下 我们无可奈何的一线希望 希望能够这么走下去 所以如果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的话 今天作为薄熙来受到这样的处罚 完全是情理之中 根据BBC中文网所获得的消息称 当局在星期二十号的下午 已经向现处级以上的干部 传达了中央处理薄熙来的决定 决定指薄熙来在处理王立军职务过程中 违反了中共的人事规定 他把这件事情归结于 他与王立军之间的这种冲突 而王立军之间的这种冲突 他就容易会把这件事情 变小 我说的意思变小的意思 他容易把这件事情就停在薄熙来这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说他想停 可能是他的主观愿望 但是随着立案的调查 随着往下走 就很难说 我们也看到 我刚才特别提到一点 在整个军队 这些军头们表率的过程当中 武警的司令员 武警的政委 没有任何说法 政法委的系统 除了那个轮训的过程 没有任何说法 但是我们也看到 整个司法系统跟周永康 已经脱开结了 这种脱开结是每一个个体的 当官的人在向胡锦涛表示忠心 我们在政法委的那个相应的节目当 有关的节目讨论的有关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析过 那我们能不能可以看到一点 今天作为周永康 在胡锦涛外访期间 他曾经有所动作 跟李长春合在一起 但是当胡锦涛回来之后 马上又翻过来 大家记得 北京日报曾经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中共中央 他是总个中共的最高的领导层 而不是总书记 那是3月31号出的 那是胡锦涛没在北京时候出的 到了3月4号 就又出了另外一篇文章 说总书记决定的一切 总书记带着另外的其他的常委 一块去种树去了 大家看到那个吧 那是以北京日报 是以社论的方式出现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的 当时北京日报为什么那么做呢 是周永康跟李长春联手 试图想做点什么 就像当初薄熙来 控制重庆日报的做法一样 就像当初这个黄岐帆 利用凤凰卫视播出的那一段消息 是类似的 做法是类似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是温家宝 胡锦涛 习近平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他才敢对薄熙来如此做决定 这个决定一公布出来 就意味着说 跟薄熙来有关系的 在军中的 在地方的 在这个政界的 太子党方面 这个层面的 应该说在他们解读来说 都已经搞定了 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文章接着讲说 就在十分钟之前 在做我们这期节目之前 那中共的官方媒体 还没有报道 有关薄熙来被开除的消息 那BBC里呢 解释的原因是说 王立军跟薄熙来之间 是什么样的冲突呢 他讲说 2011年11月份 同薄熙来家庭 有着往来的英国人 海伍德 被发现在重庆 自己住的酒店里面死亡 他说这件事情 是很关键的 而王立军 当时向薄熙来汇报 对海伍德的死因 提出质疑 而此后 薄熙来同 王立军的关系恶化 薄熙来没有经过公安部 就擅自免除了王立军的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这里头的潜台词就很关键 这里面的潜台词的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没有经过公安部的同意 就免除了公安局局长的职务的话 这又似乎在解脱周永康的罪责 就说周永康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的责任都在薄熙来身上 我们看到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 而他把这件事情归结在 是跟王立军 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海伍德的死因 而网上有很多的消息讲说 海伍德的死跟薄熙来的太太 谷开来直接相关 甚至认为是谷开来下手把他弄死的 网上有这么讨论了 我们不太确认 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整个这件事情就会被搁在这 被顶在这就结束了 因为就变成了王立军 在处理谷开来 与海伍德之间的死因之间关系的时候 向薄熙来汇报 那薄熙来不干 反了 薄熙来说你敢弄我老婆 我不干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说法 但如果仅仅是这个说法的话 我就想问一句 为什么出现了军队的这种相应的表中心 为什么出现了过去这两个月里面 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东西只停在这儿 这件事情只停在这儿 我们就会看到后面的发酵的结果 那也可能 我们换个角度上说 也可能从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认为他已经把大局完全控制在手里面 38军换人了 换了军长了 那温家宝的贴身卫士 已经换了人了 包括军头已经向胡锦涛表过忠心了 而周永康也服软了 而作为李长春 什么都不说了 而作为贾庆林 现在被这个赖昌星这案子给拿在这儿了 也就是讲说 在胡锦涛 温家宝和习近平认为 大局完全在他们的手里面 他们不想在这件事情上 引起更大的发酵的作用 引起更大的麻烦 想把这件事情了了 那把薄熙来的事情 跟周永康的事情分开处理 分开处理会减少社会的动荡 分开处理会减少他们之间彼此的冲突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有 但并不意味着周永康可以脱到干系 并不意味着原来整个江家帮 也就被海外称为血债帮的人 脱开干系 就是我刚才提到 一直曾经提到过 王立军挑着三个人 三件事情 这边挑着薄熙来 那边挑着周永康 另外一面 他自己有关活体摘取器官这件事情 他如何面对 如果作为温家宝来讲 胡锦涛来讲 习近平来讲 你想唤醒你自己的人性 你想以自己人性的一面 去面对社会 面对人民 面对历史 面对法律的话 那是无法回避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次见